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是 是的 同班是吧 是 谁先表白的谁 我先表白他的 你咋说的 给他写了一首诗 就表白他 写一首诗啊 怎么写的 夜空中的烦心 不要眼的夺目 我想我是 The Wong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太伤心了 不是 晚上写的 你应该会背吧 夜空中的烦心 不要眼的夺目 我想我是 深夜之中的寂静 没守着夜空中 唯一的闪亮 我想我是 夜空中的明禅 诉说着 这唯一的神话 我想我是我 不能为爱摘下这颗星 却能陪你去看星 可以啊 写得好 写得好啊 然后呢 我感觉这个人 挺有文采的 不是 怎么就同意了呢 因为我就觉得 他挺成熟的嘛 突然跟他交往 我就像一个小孩似的 就是想 需要找一个 这样成熟的人来对我 就特别符合的标准 后来就跟他走在一起了 怎么了 他谈得好好的 好 我们这儿来 是这样的 就是交往这么长时间了 我现在发现 他特别听他妈的话 我的话他就不尊重 你要去听什么呀 比如说前段时间嘛 他说他要考公务员 我很纳闷 我说你怎么突然 想考公务员呢 他说是 他妈让他考的 我就想不通 你妈让你考你就考 我想让你来我们家那块 他没同意 我妈要考公务员 肯定也是为了我好呀 他就非得不同意 说我这个考公务员 跟我们专业没有关系 他总是给我捣乱 不让我好好复习 考了吗 最后他就总是拉着我 到处出去找工作 我也没复习成 这事就泡汤了 你妈让你考的是 你们家乡的公务员 是吧 对 那毕业之后 你们俩怎么打算呢 是跟他回陕西 还是你跟他回辽宁 你们怎么打算呢 先说大的 我想说就是 我俩去西安 或者去另一个城市 共同奋斗 但是她妈让她 在当地报公务员的话 摆明了就是 她要留那边 我是不可能去那边 到处后肯定会 不是 你为啥不能去那边 我是男人 是男人怎么了 我感觉成了 上班女婿之类的 你骗一下 接着说吧 姑娘 她就是特别霸道 然后我妈就想 给她打电话 好好唠唠跟她 我妈好生好气地跟她说 结果她呢 对我妈特别地不尊重 说我妈就什么都不懂 就是你要对一个长辈 你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我妈还心如苦 养我这二十多年 她容易吗 你干嘛这么对我妈呀 我当时只是有点生气 我是感觉她妈控制了她 你知道吧 你也不想想我们两个以后 你不过啥 不和你妈辩解一下 她妈给你打电话 都你说了什么了 我就说你不要左右她 当时可能态度 有点强硬吧 人家妈养了二十多年 闹到你手里才几天 你说人家控制 谁控制谁呀 她应该有自己的 自主意志呀 那你问过她了吗 她也没有想去哪儿 我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妈给我安排了 我就想她也是为了我好嘛 行 不是这么点事吗 不是 还有 还有什么事 就是这个公务员事 完了之后嘛 她没去 她没考生嘛 她妈居然把她 安排到一个马场 马术俱乐部知道吧 挺好的 马术俱乐部 但是我感觉 女生在那上班有点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 客户的话 都是社会气息 比较严重的男性 我感觉对她有影响呀 我就在那做一个前台 就负责接待什么的 有什么影响啊 不是 马术俱乐部不是挺好的吗 对呀 就是她这个人就是 但是她年太轻了 感觉社会经验不足 在那去很容易吃亏热的 有一次晚上 我给她打电话打不通 一晚都没睡 第二天早上她才回我消息 说什么 她和她同事去聚会了 而且喝醉了 她之前就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呀 更别说喝酒呀 关键一个女生在外面喝酒 很危险你知道吧 万一出什么状况呢 你男朋友以前是不是管你管的 还挺细致的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 但是她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她管你什么呀 管我就是跟男生接触这一块 还有呢 她后来就是连我妈给我的钱 她都要管 她怎么管你的钱 怎么管你跟男生接触呢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因为我们上大学 每个月这个生活费 都是一次性打过来的嘛 她就自己弄了一张银行卡 特别的奇葩 把我的钱都放在她的银行卡里 每个月就给我几百块钱吃饭的钱 那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我要想要的话 还得跟她要都求着她那种 什么她都觉得不对 因为她有时候花钱太大了大脚了 她曾经一个星期买了四只口红 我不知道她是吃口红还是咋的 我感觉是坏毛病 是你的钱吧 我是想帮她改掉这个坏毛病 她磕磕我钱这事 我妈一点都不知道 我没磕磕她的钱 我只是她有她合理的要求 说要买什么东西我会给她 而且钱都存着呢 不是 你怎么知道这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我爸妈宠我宠惯了 我跟你在一起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宠着我 你还拉着我 跟你一起去吃苦 不是 我也特奇怪 她是怎么把你钱给弄走了呢 关键是我不给她 她跟我生气呀 生气气呗 她能气死不成 我不想跟她吵架嘛 那她就是太霸道了 我爸妈就是从小就 我独少女妈 从小就把我当宝宠着 为什么到她这就跟她吃苦 你愿意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多做几年 我爸妈的宝贝 我为什么要跟她一起吃苦 我有什么错嘛 下了节目把这些钱都要回来 而且她现在管得有点 越来越宽了你知道 还管你什么 跟神经病一样她 坏了 就是我们学采管这个专业吧 就是男生比较少 有一回我就跟她 你们什么专业 财务管理 我的天哪 难怪呢 学以致用你看看 来来来 财务管理 我们班一共就八个男生 有一次我就跟他从食堂出来 碰到几个同学 就落几句科 然后他就生气了 就把我拽走了 回去之后就把电脑 啪就给我往那一扔 当时我都懵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给我做个表格 我现在做什么表格啊 然后他就说 你把我的优点都给我列出来 然后再写出那些男生的缺点 我跟他们比哪点好 那也应该是他们的优点 和我的优点比 他们的缺点和我的 哪有拿自己的优点 跟别人缺点比 他就是人太霸道了呀 这就是呀你这个 不是 我卓是太在乎他了 就吃醋嘛 干嘛呢你吃醋啊 就和我们男生过多接触啊 我跟别的男生 正常聊几句天 他就这样了 我担心呀 你妈已经对我俩俩的感情 可能有点否定了 怕失去你嘛 而且就是夸他 还不能特别表面那种 你说夸他帅什么的都不行 要有深度有内涵的那种 有深度有内涵是哪些优点 你跟我说说啊 我也写不出来啊 所以我就没答应他嘛 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呢 有深度有内涵的优点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负责任 负什么责任 有担当 有什么担当 钱 对 钱钱钱钱钱 对对对 这是哪个老师放的音呢这是 愿意这么被他管吗 不愿意 你跟他说了吗 跟他说过 但是他还是一直不敢 还有就是他让我把我 前男友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 但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他还留着呢 不是 主要是有一天 我在他空间发现 他和他前男友的合照 知道吧 是 那你怎么留着 你前女友的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我没有留东西 就联系方式还留着呢 联系方式 那我联系过没 没联系过吧 那你为什么留着呢 就万一有时候 万一 万一什么一呢 我就怕他有时候有啥事求我 让他办事 那这为啥呢 就是过去了嘛 对不对 但是 你不害怕他一求你办事 就死灰复燃啊 不会 我不会 怎么不会呢 你看他多霸道呀 他不是霸道 他是老想这么有朝一日 跟他前女友死灰复燃 所以他才会折射出来说 你看 你们联系就会死灰复燃是吧 不是 这么是 哎 否认了 而且每次我们两个 吵架的时候 都是我先去服软 然后跟他道歉 老师们已经看到了啊 就是大学里面的 这么一段恋爱 女生不知道为什么 一边委屈着 一边还接受着男生的管理 现在还好 大三 到了大四 真面临毕业选择的时候 这个可该怎么办呢 现在未雨绸缪就来这儿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来吧 一起进入 猪笔特稳缺 他不听他妈的话 咋的 听你的话 不是 我想让他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哎 好 我就喜欢听这句 我刚才就听到这句了 你想让他有 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 你做人有双标 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比如在他妈这件事情上 你希望他做人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可是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希望他不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双向标准啊 对待他前男友的要求 和对待你前女友的态度 双向标准啊 当然我不是说跟前男友联系 这个事是对的啊 只是你不能双向标准 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他妈有控制欲 我觉得你的控制欲 才非常的强 你有这么强烈的控制欲 是因为你的自卑 你对于这段感情 非常的不自信 不让他考公务员 怕他回老家飞了 不跟我在一块了 不让他去马术俱乐部工作 怕他遇到那些高大上的 那些成功成熟的男士啊 跑了 对吗 你不让他花钱 是因为你怕以后 跟他过日子的时候 他依然这么花你的钱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吗 刚才我说的那几件事情 完全都是你的个人意志 小伙子 你自私 两个人爱情相处 过程当中 你要多为对方去考虑 多给丈母娘一些尊重 多给女朋友一些体谅 反过来说女孩 你愿意啊 他也没逼着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钱不存到这张卡里 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也没有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都是有责任的 他占大部分 你占小部分 还想不想好好出 想 想 想的话就改 真的做到 让他用自己的意志 去决定他自己的生活 然后让两个人 都可以携手一起 变得更好 好吗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紫妍老师 苏琪老师 男生 其实我相信你 不是处于一个坏的目的 来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天地很大 这个世界很宽阔 多出去看一看 不要兜兜转转在 你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 兜兜转转在 这样的小格局 小圈子里面 人是不会成长的 你这一辈子 格局也不会大到哪去 家里有个小说 叫《经锁记》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那个母亲 到最后是怎么样 硬生生让孩子去吸鸦片 就为了把孩子 留在自己身边的 很可怕 很恐怖 不要变成那样的人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从你刚才说的 很多话当中 我感受到 你对女性的不尊重 为什么在一个 马术俱乐部前台工作 就会被别的男人 成熟男人带坏 一个女性在社会上工作 无论是什么样的工种 她拥有独立的人格 你认为这个世界 完全是男人的吗 你也太大男子主义 太男权了 我认为在 马术俱乐部前台工作的姑娘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见识世面 可以看到成功的人士 是怎样的 可以树立更多的榜样 我觉得是好事啊 你怎么会想到 那么阴暗 除非你心里也是阴暗的 你的对她的控制 其实源于不尊重 而姑娘我想说的是 不解放思想怎么独立啊 你无论是依赖于她 还是依附于你的妈妈 都是不正确的 你只有把自己 心灵上那个束缚解开了 我们内心没有束缚了 才能独立 我说就这么多 可以供你们思考 关于你们的感情和聚合从 首先认清自己 自然知道将来 心奏的方向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全世界的男人 都是你的行敌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管理她 可能是 可能是什么 太在乎了吧 多么冠冕堂皇的结果 太在乎一个人 才会给她自由呢 可能确实 我控制一个在呛呛 在看男人这件事情上 你母亲一定比你更深刻 母亲 我可以笃定地说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千 百分之一万 比这个男人要更爱你 很多男人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在乎你 所以我管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管你 否则我怎么不管别人 这个逻辑好像 很严丝合缝 对吗 但是爱一个人 未必要管她 管一个人也未必要爱她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认为爱护花朵的人 会去摘花吗 不会 她只会像一个园丁一样 把这个花搬进搬出 每天修修俭俭俭 然后浇灌 就让它能够享受到 充分的阳光和肥料 甚至它可以容忍 周围有别的观伤者 这是为花好 对不对 只有那些占有欲特别强的人 才会把花摘下来 扛到自己的屋子里去 她不管这个花 会不会因为沐浴不到阳光而凋谢 她才不管 我只想关起门来 因为它是我了 这是不是自私 所以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吧 她在给你洗脑 她跟你说 你身上有很多问题要改变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一点 有很多女人 认为男人在乎自己 就是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 所有的行踪 那是一种在乎 你错了 久而久之 那就会变成一种占有 而且占有欲强的男人 不要以为他们都很粗暴 恰恰相反 真正占有欲强 又心思缜密的男人 往往文艺而细腻 比如说做事 他们会把早餐送到你的面前 他会给你无尽的反馈 你只要瞄一眼的东西 他就给你买回来 但这所有的一切的前提是 你要听话 如果你要是不听话 他就马上成为那个 最不能容人的人 你想一想 你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样 你只要听话 他就对你特别好 你只要是不听话 他就处处否定你 说你不行 所以你应该很清楚 其实这个男人 他的占有欲超过了 他爱你的那一部分 我不否认他爱你 但是占有欲超过了爱你 如果你要是一直以牺牲自由 以听话为基础 来接受他对你的禁锢 等到哪天你真的成了 提线木偶了 百分之一百听话了 你离被抛弃就会远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魅力了 现在有些女生也是 非得找一个男人来 拼命地管着自己 约束自己 认为那就是刻骨铭心的爱 其实根本不是 事实上你也很累 对不对 控制与被控制 就像硬币的两面 你想控制他的同时 你也被他控制着 何必呢 他如果那么容易 被男人勾引走 我告诉你 你根本不算个数 分分钟就被勾引走 所以你何必自取其辱 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战友 事实上你会发现 你再怎么控制 再怎么战友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你管不了谁 我们只能管好自己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跟长队说话 就是老老实实的 不管他是不是 你未来的丈母娘 一个老人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就得老老实实 这是一个教育问题 我不说是 你的性格你想控制 对于女生各观行为上 实际你在干涉 这个女生的一些行为自由 这个你承认吗 以后啊 再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自信 严老师说得很好 你不管是妈妈也好 还是谁也好 你首先是自己想干嘛 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你再谈恋爱 你恋爱的舞台就大了 别再那么轴了 听明白了没有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感觉嘛 可能确实我控制欲太强了 但是我对你的爱 对你所喜欢的你 是真心的 如果不是真心的 也不可能写出那首诗 可能我错了吧 其实 我觉得你做的有些事情 也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 你不能逼着我那么急 我可以慢慢地一起 跟着你长大 谢谢你 能再给一次机会吗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看角色 请开门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谢谢 请回路